差两分,这个号还差两分就可以升到不朽星钻一了 紧张自己的杜绝局又要开始了 新赛季已经过去一天了 也不知道大家的无敌战神都冲的怎么样 有没有被敌人打爆,心态有没有炸呀 这个号是之前视频里提到过李浩选小老板的号 老板要求新赛季要把这个号打上无敌战神 现在已经不朽星钻二了 还差两分就可以升到不朽星钻一 各位觉得这差两分的杜绝局能否杜绝成功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局还是从爱心岛到的船场 跳点显得就是船场,因为这里要多 这个号现在是阿宇在玩 老粉丝可能都知道阿宇是谁 他是上过单拍榜一的 虽然上过单拍榜一 但是也并不能代表他就可以在赛季处里的度假岛如鱼得水 可以横着走了 毕竟赛季处里的高手可远远不止阿宇一个 那可谓是卧虎藏龙,高手多着嘞 就比如脚下的这一个 我看他就像高手 看到没,差一点 差一点就把阿宇给解决掉了 要是打到头的话 阿宇肯定就没了 所以说打单拍还是要小心一点呀 有脚步你们听到没 这是一个鸡鸽 有鸡鸽打那就会很舒服 打完鸡鸽之后就赶紧多搜点药 搜点烟雾弹 有脚步 停脚步人好像在仓库里 趁着第一条面还在赶紧打 又是一个鸡鸽 杜结局连刷两个鸡鸽 感觉有戏 杜结有戏 赛基础果然是卧虎藏龙啊 你看这个人他藏得多好 刚才阿宇落地好像拿枪打的第一个人就是他 但是没打死 结果被这个藏龙给打死了 不过还好啊 还有一条命 第二条命可一定要稳着点啊 否则这 手心钻鸡就杜结不上去了 看一下第二条命阿宇准备去哪吧 阿宇选择的是来到新城这三座高楼 但是好像有人已经听到爆炸声了 哇哇哇真有人啊 这个人好像知道阿宇的位置 他好凶 不好不好 感觉他是个莽夫卡下楼梯 哦还好还好 肥了肥了 原来这个人是来送伍斯来了 真心不错呀 阿宇感觉身上的药有点少 所以准备再搜一点药 在新城搜了以后 身上也是搜到了两个医疗箱 4根肾上腺素 9瓶止痛药和13瓶饮料 搜这么多药肯定是为了扛毒用 你打度假导不会扛毒的话 肯定是上不去什么分的 白色的圈是第三个圈 现在第二个圈正在向第三个圈拷拢 当两个圈完全合并的时候 第四个圈也就刷出来了 不着急进圈 在这里扛火毒 反正现在毒也不疼 让常常的人数再掉一掉 当小地图下面的那个蓝色进度条 跑到底的时候就准备进圈了 到底了 准备动身 第四个圈马上就要刷新出来了 只要刷新出来就走 刷新出来了 动身 还有38秒 第三个圈就要向第四个圈拷拢了 要尽量在这38秒之内 赶到圈边108米的距离 否则可能就会打不上药 会被毒死 所以说在安全的时候 也别离圈边太远 要不然时间不够 是跑不进去圈里的 阿宇自己测试过 当第三个圈向第四个圈 开始拷拢的时候 距离圈边300米左右的距离是最好的 当你开始动身 跑到圈边108米 最远抗毒距离的时候 也刚好第五个圈已经刷新出来了 这样就可以肯定自己背身是安全的 移到安全距离 秒数直接从6秒增加到20秒 现在第五个圈已经刷出来了 五圈圈边的最远抗毒距离好像是40米 所以说最好要赶在第四个圈和第五个圈完全合并之前 赶到40米之内 看右下角的小地图 第四个圈已经开始向第五个圈靠拢了 赶紧走 必须要赶到40米之内 只要小地图下面的那个蓝色进度条 到底还没有赶到40米之内的话 可能就要嘎了 留给阿宇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是阿宇卡的就是一个极限好吧 不着急 慢慢走 全边有人打起来了 没听到没 这个那MG3的赢了 可以动身了 边走边打药 OK 安全可以继续抗毒 现在第六个圈已经说出来了 第六个圈就别想着抗毒了 但是也能抗 极限距离好像是8米 不着急 还有10秒钟第五个圈才向第六个圈靠拢呢 而且这个毒应该是没有自己的脚跑的快的 边打药边往前挪 现在才还多了两个人 毒梭了得走了 在完全合拢之前会死人的 先把这人给他遛了再说 那么现在就像最后一个了 最后的人会在哪呢 肯定是在悬崖下面 如果猜得不错的话应该就在屋子里了 高达的应该这把是能吃到鸡的 身上还有两颗手雷 可以炸一下试试 朝里边给他丢颗雷 看能不能炸死他 这人不在 那会在这个 麦多后面吗 哎 人在哪 人在屋子里 哇 他心理素质好强 第一颗手里他竟然纹丝不动的 哎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识鞋的呀 没想到最终阿宇还是被堵死了 不过好在也是杀了五个 加了十二分 成功读解到不朽星钻一 这个号估计三天就可以打上无敌量神了 因为阿宇上分实在是太快了 看能不能炸一下 看能不能炸一下 看能不能炸到